在2003年佩顿和马龙的加盟让当时这只湖人堪称无解,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名人堂球员,在各自巅峰期都集聚统治力,然而组成F4之后,他们在2004年却意外地输掉了总决赛。 就此也有不少球迷认为是科比的原因才导致球队输球,那么到底是不是呢?我们先来看看科比在那一年的表现,科比在这一年其实才25岁,虽然拿下了三连冠,但他的经验并不是很足,再加上他是球队的二当家,活塞对科比进行了严防死守,他在整个他命中率只有38.1%,并且在第三场比赛和第四场比赛, 只有11分和20分,在整个总决赛科比也只有一个高光时刻,那就是G2帮助球队拖入加时,同时在总决赛进行的时候,不少妹妹都表示科比许多次投篮都不明智,而且命中率并不是高,所以作为二当家的科比,便成为了许多球迷吐槽的焦点, 确实他有一定的责任,但那一年胡人整体氛围并不是很好,因为科比,马龙都有场外的一些麻烦,再加上奥尼尔和科比也有些矛盾,整支球队并没有那么齐心,并且马龙和佩顿在总决赛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,他们也是胡人输球的一部分,你要知道马龙场均只有5加7.3的数据,佩顿的场均数据, 也只有4.2加4.4的数据,这样的数据可能还不如胡人的第6人表现,再加上奥尼尔已经来到了巅峰末期,他还要被活塞双滑来势的消耗,这支胡人输球也成为了现实,所以04年这支胡人输球,科比是有一定的责任,但并不是主要责任,当时球队的阵容非常复杂,矛盾极多,还有场外因素的困扰, 再加上佩顿和马龙的状态不佳,最终导致了他们在04年战败活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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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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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